有调查发现原来有很多家长 是未听过选择性监密症的 而且很多人觉得小朋友害羞 只不过是性格的一种 大大客户就会好 其实监密症大多数都不能自行传誉 如果没有适当处理的话 有可能令情况恶化 甚至有机会引发焦虑症 家长不要调以轻心 通常什么人会患上这个病 这个是一个儿童的焦虑症 很多时候他们初初在这个情况 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 都是六岁之前 如果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时间 会有什么影响呢 治疗黄金时间应该是有疑期的 越多久他们的焦虑会累积的 他们发现说不到 做不到之后更加会害怕 要留意了 因为很多时候家长觉得 可能表面上没什么问题 他好像能把人家一起玩 说不到话不要紧 但是你想长的小朋友 如果他真的想说话时 有苦自己知道 不是我不会说话 是我说不到话 我是有个压力之下说不到话 别人可以跟别人绘画沟通 交频结诱 有个深一点的友谊的关系 他又做不到 可能对他们的成长有点影响 对啊 医学治疗固然重要 但家人和社区的支持都不可以缺少 近日就有慈善机构推出 选择性监物证 亲子互动辅导服务 希望可以教授家长相关的技巧 也都可以提升小朋友在社交场合 用言语表达的机会 我们的机构在2020年的时候 在美国引进了一套实证围本 行为治疗模式 叫做选择性监物证亲子互动辅导服务 英文就是简称PCITSM 为有需要的家庭开展了我们的治疗 活动内容和里面有什么技巧 可以帮助这些小朋友呢 其实我们整套服务的团队 就是由我们的心理学家 言语治疗师和注册社工所组成的 主力就是帮助三至八岁 有需要的家庭和小朋友 透过一些特定的说话练习 我们会在过程中教导家长 在日常生活里 如何帮助小朋友提升 用言语表达的方式 有没有一些实质的训练技巧可以分享 在家长的指导里面分开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叫儿童主导技巧 我们就会教家长用三个技巧 跟小朋友玩游戏 分别就是描述技巧 亦有反应的技巧 和赞赏的技巧 至于在言语方面 言语主导方面 我们都是教家长可以问一些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就叫必选题 芯芯 这个有钱还是没有钱的 里面 怎样投资是有还是没有 我多谢你告诉我 有没有难忘的个案可以跟我们分享 有一个难忘的个案 其实也是一个四岁的小朋友 我最印象深刻 就是带他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其实本来在我们中心去练习的时候 都是很畅信的 是说得很好 但是始终去到店铺的一刹那 他的确很紧张 很害怕 于是他就停了在这里 不动了 我们都是用了一些过程之中的安慰 陪伴的方法 以及一些引导的技巧 去帮他提升信心 他最后 都可以进入一间餐厅 叫了一个外卖 而那个外卖 他是人生里面第一次 去叫给他的公公去吃的 所以他拿完外卖之后 他不舍得放手 一直抱着回到我们中心 然后亲手交给他公公 才完成那个任务 所以这个片段 都令我很印象深刻 每个小朋友 都是上天带来的可爱小天使 虽然有时他们会遇到不同的状况 但只要细心观察 加上适当的治疗和辅导技巧 他们都可以重拾和陌生人说话 表达自己的勇气 Joy,你喜欢看音乐剧吗? 喜欢的 音乐剧就是一种全方位的表演艺术 结合了音乐、舞蹈和戏剧 可以给到观众丰富的视听享受 所以对演员也有全面的要求 既要能歌善舞 也要有征赞的演技 而对于一帮来自不同背景的大专学生 他们又能不能够成功挑战呢? 音乐剧向来都是受大众欢迎的表演形式 我们可以欣赏到当中的歌舞表演 又或者演员的表演 而原来有些东西还会在这套音乐剧呈现到 但就要用心才看到了 这就叫做文化全盛 这套原创本地音乐剧曾经横数六大戏剧奖刊 作曲家高细章 作词人岑伟中 和剧作家庄梅岩 是这套音乐剧的铁三角班底 由大约70位来自中学和大专院校的学生 参与台前演出以及幕后工作 参与音乐剧的主题是 她是讲一个年轻人 她是喜欢唱歌、作歌、玩换队的 这个梦是由她妈妈来的 因为她妈妈是带换队的 整个故事走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年轻人 他怎样去追寻自己的梦 同时可能会有迷失 可能会遇到困难 然后最终怎样遇到一帮志同道合的人 带她去一个新的方向 是out of 她的imagination的 这次一共有34位学生 他们分别来自四间学校 是西门英才、家智、家麦和心光 另外还有APA Excel 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 都有心光的同学生 他们是视像的 也有一些少数族裔的同学生 整件事是很diversity的 我觉得这个是最有别于其他音乐 我会说我们排练的时间 有六个星期 其实很短的 因为正常音乐来说 应该都有两个多月至三个月的排练 所以这次他们也是白纸 然后歌的难度有高 舞的难度也不低 所以是非常大的要求 其实上台左右都未必分得清楚 怎样走 可能手脚都很僵硬 这个时候还要他们顾戏 要唱歌加跳舞一起 其实是很考考学生的 还有他们要知道 怎样在台上跟其他人一起合作 是都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那天IR你有闻 就是这样的 美人都不会唱出来 就是这样的 其实就像一样 就是这样的 我这可以唱给它 我这可以唱出来 我这可以唱出来 你唱出来 我这不一定在家 都不会唱出来 有多辛苦和有多開心 有多辛苦 就是好像剛剛前日排練的時候 然後我們不斷跪在地上 所以膝蓋是瘋了 這些就是辛苦的片段 開心就是 有時候大家可能會有些做錯的位置 雖然做錯但大家都很開心 而我就想過了這個製作 可以自信一點 所以這次我希望可以對自己 跳舞和唱歌方面的能力 可以有些自信 我之前已經玩過兩屆 其實對這個音樂企業很有感情 我自己也是很喜歡玩音樂 所以這次也想再玩一次 看看有什麼不同的體驗 其實我天生是弱視的 但是一生年之後突然之間 有學校講了 就看不到字 那時候我覺得 好像人生突然之間 就失去了意義 因為我飾演的一個角色 是一個叫大師的角色 所以我發現我和大家排戲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令到很多朋友笑 令到他們很開心 我發現其實會不會除了視力之外 人生還有其他的東西可以去追求 那之後就令我想通了一些東西 那我記得在七月開始排排到九月 表演完音樂劇之後 我就重新開始去適應這個 基本上全生命的生活 我覺得在這段劇 幫到我度過了這個難關 那有沒有希望今次的音樂劇 會令你或者其他的師弟妹 有什麼轉變 我其實就是希望可以令到他們多些了解 不同有不同需要或者不同能力的人 尤其是視像人士 我希望他們可以給多些同理心 視像人士 和學會怎樣和視像人士相處 我是今次憤青樂與露的其中一位 藝術行政的同學 我們主要都是負責 就是admin或者行政的東西 例如我們會準備一些演員名單 就是對之前演出的稿 會不會有什麼出入 想期望自己就學多些東西 不是好像我之前那樣死班 就是只讀書 找工作 以及達到我父母對我要求 有沒有什麼難度 這個角色對你來說 我覺得是講那些評音 因為我已經懂得看 但是我怕那些評音都很差 就是講中文有時候有些難度 對 和唱歌有那些難度 但是我努力學習 我不想騷擾大家 所以我又努力 有沒有其他同學仔 老師一起幫你練中文 大家都有幫我 我愛你們 音樂劇的靈魂就是音樂 可以帶領演員的情緒 推進劇情 還可以連結不同能力 不同背景的學生 達致共用 之後我們會再了解一下 如何透過音樂去說故事 如果大家都有一些社區的故事 想和我們分享 可以隨時WhatsApp 我們的報料熱線 68960931 明晚繼續一線搜查 警方近日嚴厲打擊 非法使用電動單車 有觀眾跟我們說 過去不少用電動單車送外賣的人 近來都寧願丟下車 不敢開工 香港的天氣這麼變幻莫測 一時下雨行淚 轉頭又出大太陽 電動單車日曬雨淋 隨時會發生意外 全城追蹤一線搜查